可以将旁边的窗户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首先来调整窗框 我们来调整窗框 这样这边的正面墙体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绘制这面墙体 在这里我们看出它有一个转折 所以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在它的立面上来进行绘制 开出我们的窗洞 然后在顶式图上来调整它的位置和点 在这里为了不让它和蓝利面的墙体出现 从面的情况我们将这个点往后退 调点的操作 首先把它们全部转化到脚点 我们再来调整 挤出250的墙体厚度 然后来绘制窗框 窗套和窗 我们再来绘制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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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绘制好了之后对它们进行逐一的位置摆对 绘制好了之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楼的墙体绘制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处理它立面上这里有一个放 空调机位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来进行一下观察 它是有一块板 它的点的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100就可以了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空调板的材质 同样的我们切换一下它的视图看到上面有一块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墙体往下调整一下 让我们的栏杆 能放到我们的墙体上 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一圈线之后 摆放好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好 选择圆形 变改一下它的半径 大概是15 30 然后来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 通过调整点 开启终极显示 来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往上复制一根 复制好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栏杆 在垂直的方向上 我们也该为它添加一根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先绘制好 再来摆对位置 直接扫描 好 更改半径 30 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 同样的 同样的复制一根到右边 同样的复制一根到右边 更改 更改材质 更改材质 然后我们就已经基本建好 建好之后 在上面我们可以将墙体进行封住 调整一下点 更改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接着 接着我们再来建它的 上面的 还有一圈小一点的墙体 我们可以重新来补一下 我们可以重新来补一下 进行一下调整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平面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500 450 同样的为它添加这样的材质 接着我们再来建我们的 二楼的 立面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 平面图切换到我们的二层平面 在这里我们大概能观察得到 二层平面的很多位置 和我们的一层平面 是没有进退关系的 这边的墙体 除了在这里有一点转折 其余的都和我们的一层平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绘制一下 调整一下点 调整一下点 然后 对它们进行附加 对它们进行附加 在顶示图上 摆放好位置 擠出250的墙体厚度 擠出250的墙体厚度 更改一下颜色 接着我们再来将下面的窗户 直接复制到楼上 接着我们再来将下面的窗户 直接复制到楼上 然后再来将下面的窗户 然后再来绘制巨型的窗户 墙体的挤出 墙体的挤出 位置的摆放 更改 更改 颜色 更改 同样的我们可以复制 窗户 进行修改 然后在这边将墙体进行补齐 然后在这边将墙体进行补齐 同样的在顶示图上来补 可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墙体 1米99 再次用这边的墙体 正式的顶示图 meant to be turned in 你看到楼上去 但是可以 veel拥出 根据的TOD 然后我们通过顶示图 让这边的窗户 将这边的墙体 进行绘制 同样的我们来调整一下 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捕捉不了的呀 所以在后面我们来进行手动的调整 在这里将墙体的接口连起来 对它进行挤出 在这边可能我们要通过两面墙来分别进行挤出 所以我们将刚刚绘制的这个直接删掉 重新来绘制一下 让它对齐于这边墙体 在这里要调整一下让它对齐于这根线的最下面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1米3我们直接挤出1米3 更改一下材质 同样的旁边的这个我们还是从顶式图上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高度的挤出 将旁边的墙体和它一起选中 孤立出来 将旁边的墙体作为一个高度的参考 直接进行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1米5 更改材质 更改材质